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够安安稳稳地把四年书读完再服役呢 这些钱难道不能够省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用途吗 宾哥 其实我一直怀疑就是搞乱台湾的教育制度是蔡英文个人的毕生志业 我一直觉得大家记得吗 他当年刚上任的时候就说 其实干嘛一定要一次把四年大学念完 我们可以先出去外面游学再回来念 他就提出过这种谬论就被大家打脸之后 现在又借着延长兵役都死灰不燃 又来搞这一套 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念四年 集中进展念四年 都不一定念得怎么样 他未来是不是能够增进他自己的学问都很难讲 结果你现在叫大家都学学了 念到一半 回去当兵还继续再念 请问一下你真的觉得会这样比较好吗 然后甚至他们要说干脆有了四年 就直接把它缩短变成三年 那你真的觉得台湾学生现在比以前厉害很多吗 是如果能够念三年的话 那以前为什么要规定让他念四年呢 所以这到底什么逻辑 我真的搞不懂 但是我也觉得教育部很天才 正常的教育部假设你们是真正是教育体育出来的教育家的话 应该是直接告诉蔡英文 告诉陈建仁 这是不可行的 因为这个到最后所有的配套东西全部都跟不上 只会造成我们的下一代学问变得更差 在社会上更缺乏竞争力 然后在国际上被人家打枪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会造成我们的下一代完全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 然后结果现在教育部长反正是个XXX 就只会配马屁 你要是来我就帮你制定 反正到最后可不可行管他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什么时候要开始实行 2024 2024胖完之后已经下台了 因为一定坏人嘛 摆明的 因为2024蔡英文也下台了 所以这个烂制度也没有人在乎 到最后新来人又再给你乱搞一通 然后我们国家每次弄一些 吉迪怪怪的烂制度之后 反正大家不啰嗦 先补助再讲 然后公立需要给你补助6万 私立需要给你补助12万 好像我们整个国家 大家都尽全眼开就是了 只要给你钱 大家就满意都不会讲话 是这样吗 这是教育 这是关乎到我们下一代 在整个台湾的未来发展 结果大家会认为 只要花个6万 花个12万 塞他一年就结束了 那我觉得要不要 去迷迟到我们的